大家好,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ECshop二次开发教程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给大家开始进入讲一下我们的后台操作 那我是有这么六个基本操作 就是让大家熟悉我们后台的业务流程 有助于你实现想要的功能 那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说一个程序给你,你啥都不懂的话 叫你去二次开发,你可能有些时候,怎么说呢 有些时候功能也许已经有了 当时你还去二次开发,这样子就非常浪费时间,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对我们ECshop的后台有一个了解 首先我们打开ECshop后台,这个已经应该非常熟悉了 应该非常熟悉了 那么它左边的话会有这么多的菜单 会有这么多菜单,这个呢是可以收起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总共的话会有这么一大串 好多个我就不算了 那我们主要讲的话就只有这么几个 当然呢,我列出来的是这么几个 但是其他的话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的 当然像这种什么营服务中心的就可以不用看了 这些几乎没什么用,几乎都用不到 好,这什么商家工具什么东西的 还有这个邮件群发,邮件群发这些东西的 看你自己有没有需要 好,那我们只讲我们主要用得到二次开发的一些功能 或者是我们一些正常的一个购物流程的一个操作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学习我们5.1商店的一个设置 商店设置在这个地方 点击上面 好,这个是可以进来的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一个系统设置里面 也有一个这个商店设置 好 然后呢,我们这边先后台整体我们看一下 左边呢是个菜单狼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快捷菜单狼 右上角的话就会有一些常用的一些帮助菜单 然后这边有个清空缓存 清空缓存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有设置缓存的话 缓存存活时间对吧 我们这边有设置缓存 我们前台有些时候要看效果 就必须进来清空缓存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导航栏设置 这边的话有个快捷导航设置 我们这时候呢可以把一些我们常用的放进来 比如说我添加商品非常常用 我直接加上来就可以了 好,这边的话我每次可以直接添加商品的 好,当然呢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给移除掉的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导航栏的一个基本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商店设置 看一下我们商店设置 商店设置的话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组 好,七个组 我们呢结合我们的这一个数据库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叫做麦子 然后我们找到哪里呢 找到我们的基本配置叫做shopconfig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个type叫group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组 shopinfo的话就是商店的一个信息 网店信息对吧 然后有个best call就是基本设置 好,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些 一二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边是有八个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是没有的 购物流程 这边有一个smtp smtp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邮件设置 邮件设置它是没有显示的 没有显示出来 好,没有显示出来也没关系 因为它把邮件呢放到我们这个地方 它可能做了一些扩展 这边就不显示了 没关系 那我们就这样子来理解 然后看到我们有这一个多选 多选就是所有国家省份等等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的国家省份城市 这边选择之后体现在哪里呢 我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是福建福州 厦门的对不对 好,我们先选择这么几个点击确定 清空压缓程 然后到我们的查看网店 就是到我们的首页上去了啊 这边的话哪里有体现呢 好像是没有体现啊 没有体现啊,没关系 我们来说一些比较有用的吧 商店名称 商店名称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作用 好,我们这个就叫做商店名称 我们为了区分这边加个麦子 好,加个麦子 然后商店标题 我们也加一个麦子 商店标题对吧 商店的描述也是一样 我们加一个麦子商店描述 关键字也是一样 麦子 好,这几个是非常常用的 好,这边当然还会有详细地址 然后厦门 好 厦门 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 就这样子吧 然后这边有个QQ号码 Q号码我们也可以设置 好,我们可以设置 多个Q号码呢 可以用逗号分割 好,万万这些东西呢 大家有需要的话自己去设置 好,这边当然还会有一个客服电话 这边是一个客服电话 OK,我们就这几个基本项 点击确定 刷新 是没有效果的 有效果 居然 我们是把它缓程清空了吗 好 不管了 有效果 我们就来看一下 应该是刚才已经清空过了 我们看到商店标题呢 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商店标题 然后商店的一个描述 体现在我们SEO的一个方面 还有关键字 这两个是体现在这一边 好 然后大家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商店标题 也是调用这一边的 这一计划我们也可以给它直接删掉 因为这一个RSS已经是过时的一个东西了 那么我们商店的一个名称会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第一个商店名称这边会体现一个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在购物的时候看一下会不会体现 商店名称也是非常有用的 很多地方都用得上 比如说发邮件啊之类的那些都是可以用得上的 我们中国福建 好到这边来 好暂时是没有我们商店标题到这边呢 有没有手机列型商店标题 好他用的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商店名称用的比较少哈 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底部这边会有个商店名称 其他几乎都没用啊 那当然我们商店名称在发邮件的时候也是有用的 我来看一下邮件模板 模板这边有一个邮件模板 好找回密码这边有个shop name 就是我们的商店名称啊 好就是发邮件的时候非常有用的啊 那么接着来看啊接着来看 我们讲一些常用的配置啊 好这边的话有个暂时关闭网站 我们选择是 然后选择关闭原因 我们说 叫的吗 啥都不知道哈 我这能词穷 我就今天直接说 我今天心情不好对吧 今天心情不好 不开张 OK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确定 关闭了哈 我们刷新一下 本店盘点中 对吧 今天心情不好 不开张啊 不要经常心情不好啊 这样子对百度或者是各种射手引擎 有好度是不够的啊 好 那这个我们给它开起来啊 这边又会有一个用户中心公告 用户中心的话就是 字面上意思就是会员的个人中心 好 我们后面呢 加一个麦子学院欢迎您 欢迎你啊 这边会有个示法显示lesson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个等会来看啊 商店公告好商店公告 我们也给大家改一下 商店公告 我们直接这本改就好了 欢迎光临麦子的学院 学院 我们的宗旨 诚信经营客户啊 OK 我们直接这样子就好了 刷新 OK 刚才我们改在哪里啊 第一个 这一个欢迎商店的一个公告啊 欢迎光临 好 会员中心的话需要登录啊 我没有注册 大家自己自己做一个实验 登录一下就可以看到了啊 那就是这一个 然后这边有个是否关闭注册 我们选择是 那这边就不能注册了啊 暂停注册对吧 那我们打开的话 否的话就是可以注册嘛 对吧 否的话就是能注册了 然后这边有一些基本设置 基本设置最有用的话 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说的 这个缓存的一个时间 缓存的一个时间 还有其他的话就非常多了啊 其他的话就非常多 比如说水印啊 水印的话现在 现在做网站几乎都不会用水印啊 为了一些用物体验啊 然后是否启用库存啊 如果说你选择否的话 你的整个商店是没有库存的啊 整个商店是没有库存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购物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要买10件 加入购物车 就会提醒我们已经库存不足 对不对 假设说我们把这一个库存给关闭 好已经关闭了对吧 然后我们再买10个啊 然后这边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对吧 10个啊 这是一个 然后这边有个另外 UIL的重写啊 UIL重写的话 不在我们的一个课程放手当中 因为我们 呃 购物网站 UIL的话 其实也不是非常重要啊 也不是非常重要 因为商品可能经常上下价啊 然后其他的话 就会有一些 市场价一个比例 比如说这个比例是怎么算呢 比如说我市场价跟我本店的一个价格相差两倍啊 那我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在添加商品的时候 这边有个市市场销售价对不对 然后商品的一个本店售价啊 本店售价比如说我是100块 那我市场售价是两倍的话就是200块的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再来我们基本设置的话 大概就这么一些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显示设置 首页搜索关键字我们的哈哈 记得这个逗号是用棒角的一个逗号啊 不要用中文的逗号 哈哈哈哈啊 好 那就是这么一个回事 然后货币的一个格式的话 大家比如说是美元的话 就必须这个到了哈 比如说我们就是卖美元的一些东西 但是你在中国卖东西用美元的话 可能没人给你买啊 那我们来确定一下 前台这边刷新 OK 那我们在这一个人民币符号的话 就变成我们这个美元符号了哈 美元符号了 然后刚才还会有一个首页的搜索关键字 我们到首页去 首页的搜索关键是在哪里啊 在这个地方哈 这边就可以做我们的一个热门搜索 好 然后购物流程的话就 各种好 根据自己的一些业务流程需要 选择是或者否就可以了 好 发票的话也是这样子设置 当然现在发票也是几乎没有开发票的这种概念哈 一般都是电子发票 然后这边会有个减库存的时机哈 下单的时候或者是发货的时候 这边大家就是自己去试哈 一定要自己去试 然后像这一些显示货号啊 我们到哪里下哪里可以体现呢 这些啊显示货号 如果说我们货号不显示 刷新 那我们货号就不显示了哈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其他的话自己也可以试一下啊 然后短信的话 看大家有没有需要 有需要的话 大家可能去 需要去跟我们的shopx去购买哈 去购买 这边会有个什么激活的哈 大家有需要去跟他购买 不然像我做的客户的话 几乎都不会用他默认的 因为用他默认的这一个 有可能他会要你授权什么东西的 七七八八非常麻烦啊 所以说短信这一块 我们都是用第三方的 而且他的这一个短信服务质量 应该不是很好 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啊 好然后这边有个WAP设置哈 是否开启WAP功能 然后这一些的话就是根据你的浏览器的一个语言去判断 好然后去打开我们的一个WAP的一个东 这个手机列行的网站哈 这个东西已经也过时了哈 我就不讲了 好那我们商店的一个基本配置的话就是这样子 大家的话就是每一个选项都去熟悉一下哈 你可以如果说觉得太多不用一个一个去尝试他又有什么效果哈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选项 这样子如果你熟悉之后 后面有一些功能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开启啊 不用自己去开发了哈 比如说这一个显示货号 如果说你不知道后台可以关闭的话 你直接去改我们的这一个模板啊 就显得比较麻烦了 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功能已经存在了 直接用就可以了好 那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一节课 大家去熟悉一下熟悉一下